中生之一大時間 成功了 這套電影最深刻就是婦女之間的感情 裡面有他們鬥氣的時候 也有很心情的時候 一段很立體的感情 是我最喜歡的 但場景之外也有很感人的場面 人性化 還有當然有英俊送送機 沒有離開過張鈴 眼睛也全靜望著我 最後是很感動 我也感受到 當年每一個人掙扎求全 還有一些歷史背景 不可以令我為我 第一,在一個經歷的戀世當中 究竟應該怎樣去擁抱自己的人性 我本人就是一個重機頭部物 所以進去看他的話 當然很希望 本身之前已經喜歡這個地方背後的很多故事 看完之後更加完成 軍艦島大場面大製作 什麼元素都有 竟然用了一個我很喜歡的 我自己帶來的 一個配樂大師的一個音樂 去營造最後的一場戲 令到那場戲更加被造 值得推介 我現在整部電影很緊張 很緊張 是真的完全無法呼吸 是好像無情對美 三大男主角的電影都超好 而且超英俊 很大隻 很緊張 很緊張 近期我覺得拍得相當不錯的一個南韓電影 特技好 演員好 還有很大場面 所以我支持這部戲 導演很聰明 用一對婦女的眼睛 說回整件事的歷史經過 這個導演 我覺得成功是 將三個很出名的演員 放下了他們的光明 他做了一個演員 跳了電影 拍些混亂和人多的場面 是很難的 但他也拍得很出色 很有神感 他真的很好看 每一幕都是見到最真實的一個人性 而且他 基於事實改變 是很值得去看的 絕對不適合 撕灑列車的婦女情 所以我推薦你們 一定要拍攝軍藍島 他製作非常認真 他後來逃走 打對役 就拍得很有屎屎式的水準 軍藍島可以說是韓國版的華公血淚史 當中的張力很強勁 當然有三大男神坐陣 這部作品是2017年了 暑假一定要看